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而今天我們講的都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究竟這二千億是代表著政府放棄了多少的東西 今天我們見到民生上面 如果利用這二千億可以解決到多少民生的問題呢 可以建到多少間的瑪麗醫院 可以解決到多少現在住劏房的問題呢 而我們見到的是 今天我們講文化的軟件方面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們用了幾百億去搞這個西九的文化區 去搞這個硬件 那麼究竟搞這麼多年以來 有幾多的錢是去了軟件那裏 是幫助那些文化藝術界的人士呢 今天你說二千億的這個收入 是可以資助到三萬個本地的學生 去外國讀這個英國的皇家藝術學院 甚至拍到超過五千部 阿非正傳 而今天我們講的其實是本地方面 是這麼缺乏這個資源的時候 政府當然給了多少資源下去呢 而今天最離譜的是 政府還跟大家講 其實他們很支持本地文化的藝術發展 但是我就想問一下 那你認為當日黃偉基又覺得 敢不敢受到你的支持呢 那些文化藝術界的人士 又敢不敢受到你的支持呢 今天如果政府是覺得 香港連多一個的電視台 都是容納不到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相信這個40公頃的文化區 是用來容納本港的文化藝術界的人士呢 這個文化區怎麼不是一個大白象呢 那對於這個方案 我們相信很多政黨 他們都是口裡就說不 身體就最誠實的 那他們呢 無論多反對都好 到最後 說要增加撥款 都是會投票支持 那在這裡我們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 整個方案是一個大白象 希望政府可以 將這塊土地拍賣出去 將2000億元 用在更有需要 更有效的地方那裡 多謝 好 第二位 馬逢國議員